据报道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瓦吉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 中国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正确一边 相信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 将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更多的信心与机遇 就此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得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持续提供动力 近十年来 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.6% 对世界经济增长 平均贡献率超过30% 去年 中国GDP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达到18.5% 对外贸易总额6.9万亿美元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赵立坚表示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始终是全球繁荣发展的正能量 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无之路 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为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提供动力